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水晶混融像雾露状的 有点像半气态半裂态 那假如现在是气少了 他一吸薄气外散了 水晶跟着外散 所以容易出汗 但刚才讲的你阳气多也容易蒸发出来 那我怎么判断呢 很简单 你出完汗看那个感觉 假如我本身很大汗 但出完汗没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你可能是阳身 热底 但出完汗你可能有一点点虚脱感 疲惫感 那就是自汗 因为自汗阳气虚一定伴有阳气虚的表现 剩下一个倒汗 倒就是偷 偷偷的出汗 那什么时候出汗呢 睡着觉的时候 睡时汗出 醒时汗止 等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出汗 这个一般是阴血虚 机理也蛮复杂 我也迟一点再说吧 倒汗的机理 讲完为气饮血 那个可能好一点 汗孔还有一些别称 一个叫玄斧 细为优玄 很小 还有一个别称 气门 你说为什么叫气门 你看出汗的作用是散热 热能以什么形式发散出去 只能是气态 其实这个没完 中国养生学很讲究这个东西 那我们讲到肺的时候再说 刚才同学说臭理 臭理跟汗孔在我们使用中几乎是同一词 但实际上不一样 实际上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使用习惯上接近同一词 其实臭理是在皮肤底下 就皮肤跟肌肉之间的力 有点像疏松的那个组织 但使用上确实有点往汗孔里面靠了 但是不太一样 还是有区别的 那个后面再说 然后与下气相通应 其实讲少了 这个就是内五行跟外五行的通应问题 严格来讲你可以把五行表 左半边那个外五行的东西 全部搬上来 复习上去 心对应夏天 对应中午 对应南方 对应红色 对应苦味 生长化收藏的长 都集中在这一块 都外印 但你用夏天来是最好讲的 心为阳照 同气相求 到了夏天 它的阳气就更旺 那就有好有不好 假如你本来心的阳气就旺 比如心火旺的人 到了夏天就难过 但是假如刚好反过来 我是阳虚的人 到了夏天就舒服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 那其他你类推了 中午也一样 心阳旺 心火旺的人 到了中午可能会加重 到了晚上可能会减轻 但阳虚的人 到了中午会减轻 晚上会加重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推 那么你注意 在中医里面虽然很活 但有一个地方是很难动的 时间是可以动的 方位你动不了 南方 所以南方人的心火还是有点问题的 本来就心为阳障 你又处在南方 南方又炎热 所以估计失眠的人会比较多 这里有一个冬病夏字 冬病夏字什么意思呢 冬天加重的病 冬天加重的病不用讲了 阳虚内的病 你说为什么夏天字呢 你注意啊 冬病未必要是一定夏字啊 冬病可以冬字 冬病可以夏字 只是 你的取向看在哪里 你看冬病假如阳虚病人 我跑到夏天来字 夏天阳虚旺 自然把他的阳虚补了一半 你这个时候给他治疗 符合经济学原则 很简单啊 我不需要太多啊 实际上也有点预防性了 我夏天先给你补了 你到了冬天就更好过 但你说我冬天字不字了 因为冬天你最痛苦 我冬天给你字 实际上是解决痛苦为主 那个时候分量要大 因为阳虚病人到了冬天是最重的 但是我在夏天不需要时间那么久 所以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个 你们针灸的知道 三伏三九的天就 你说天就 我为什么要利用尤其三伏天的呢 实际上他就利用这个冬病夏字 那我下一个问啊 三伏天什么时候 大概在哪个节令 大 应该是大数前一点点到历秋后一点点 那么按照上次二十字节令那个排法 大概是在这里 那我问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不在夏之 也不在小马 为什么在这里 你说最热 你是大数最热 到历秋可不是最热 刚才有东西说对了 下降 为什么 你看我补了阳气 我的目的就是预防性治疗 预防性治疗 那么阳气要干嘛呢 要潜伏下来 我在这段给他的话 这个时候阳气是这样的 他能够降到体内潜伏下来 到了冬天为余 但假如我在小马这段时间来治 你看你给他补了阳那种温的东西 一下去他就往上去了 上火 所以你看夏天热 那个药物也是热的 然后贴在背后那个是膀胱精为主 那个是阳精 那你是寒的 我删着对你遗寒 我还对不过来 而到了三九天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明显的 大寒前后是减轻痛苦的 是啊 因为你这个时候病是最重的 好 往下 我上讲了我不按书本的架构 我按体系来 心与小肠相标率 那么直接跳到小肠 而中医的六腑 我可能讲的比较快 因为不需要啰嗦 你看中医的五脏 跟现代医学的同名状器相比 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它多了很多像 而中医的六腑 跟现代医学同名状器 比起来差别不大 不得一个三胶 那三胶再论 所以它的基本功能 跟我们中学学过的 生理卫生的小肠差不多 结构描述也差不多 所以不啰嗦 功能 第一个 主受圣和化物 第二 必别清走 假如喜欢自学的同学 你要特别注意 跟胃的功能区别 胃的功能是受拿俯熟 它这个是受圣化物 你说有什么区别呢 受圣就是一个容器一样 接受未初步消化后的食物 然后它关键是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也知道真正的消化吸收 是在小肠完成的 所以它关键是在里面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化物 一化物 所谓清轴就是有营养没营养 所以有营养的那部分 我就留下来用了 没营养那部分就下传到大肠 我们看看这个过程 小肠接受未初步消化后的食物 这个叫食乙 然后下到去化物 一化物就分清 清的营养物质就跟皮挂上钩 那个讲到皮再说 皮主运化 把消化后的东西运到船身 供船身利用 另外一个是别走 走分两个地方 一个是食物残渣下到大肠 大肠吸收剩余水分形成粪便 另外一个是肺液 通过一定代谢途经到了肾 再去膀胱形成料液 这里要注意的是 你们以后学到中诊中药方基内外富耳的辩证的时候 很少出现小肠这两个字 跟小肠有关的以后你们只见到这个症 小肠死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小肠跟消化系统有关 而你说消化系统类对症状 比如说胃口不好 肤脏 大便烂 恶心 你说往哪跑了 它被脾胃刮分掉了 你看呢 它的化物跟分清 因为皮主运化的概念很大的 皮主运化的概念已经把它的化物跟分清 包容掉了 所以出现消化系统的症状 你以后发现都用脾胃来论治 然后那个酱肘 别肘被胃的酱肘延伸过去了 胃的酱肘也包了小肠的别肘 所以关于消化系统类对症状它没了 去到脾胃了 那么只剩下一组症状哪里呢 跟小便相关的类组 那个我们后面再讲 所以这个是先做一个提示 脚长食 脚楼里门以后学中诊 它这个症不是说一个腐的问题 它跟心有关 心火这个症刚好前面没讲 那现在可以一遍吗 呼吸一下阴阳学说 心火就是心的阳气过往 讲得白一点心的食热症 心先别管 先管食热 推吧 能讲多少 面 蛇 一讲蛇尖虹 我刚才似乎是漏讲点东西了 心开窍于蛇 那个蛇整体熟心 还是五行护肠 那一护肠等于说又在心里面 又在舌头瓜分 蛇尖 蛇尖 心肺 两边 肝胆 中间 脾胃 蛇根 肾 蛇尖 这回像什么 有点像太极但不完整 是吧 因为太极这边应该是左肝右肺了 这个其实就是人体 蛇尖 所以你把人体的躯干 不是心肺在上 两边肝胆筋 中间脾胃下面肾 它几乎就是人躯干的 所以 但你注意啊 这个蛇尖 还是五行护肠 那么这样这样的话 你心火典型的应该就是蛇尖虹 我讲整体观的时候又提到一个蛇尖 但是注意啊 蛇尖有个前提啊 现在很多人生蛇尖 急性发作 逢种热痛的才算 你反复发作性的蛇尖 那就不见得是 而且基本可以说不是 那是什么呢 以后再说 那个有点复杂也是 反复发作性的 不见得是止热症 偶尔发作 一下很厉害很疼的那种 还能讲什么 麦 麦素 有的同学说红也对 但我不解释啊 留给中等 还能讲什么 静约 静约讲吧 那 杨胜则阴病 杨多了阴月受损 口渴 这回不是一般的小便黄了 为什么呢 刚才讲的小肠管 也管水 也管那个小便 所以他这个小便多了点东西 叫小便 四 四 疼痛 甚至是尿血 这个像什么呢 急性力量性感 铝性多间 口渴 小便来大便 肝 你说完了没有呢 其实还没有完了 你注意没有 你刚才这个蛇 麦 练红 几乎都是新竹血脉的功能 那新竹神智的呢 兴奋还是医治 是 讲咯 兴奋的症子 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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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至于 可以这样 以后你们学到这一组症状 中诊大概有两个很像的 一个叫做膀 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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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也可以出现这组症状 一个叫小常识 你说怎么 鉴别呢 当然你们以后觉得中诊很细的 比如说脉象什么区别 蛇象的蛇胎什么区别 但是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假如只是局限在下胶的 只有小便改变的多半是膀胱石 但是假如坚有心火症状的多半是小常识 两者的关系 假如先有心火旺症状 再出现这一组 叫心火下鱼小常 假如先出现小便症状 再出现这一组 叫小常火上鱒鱼西